对于癌症,人们是恐惧的,委屈的,犹如此神一般,把你的生命剥夺了,身边的某个亲戚或朋友,平时看起来十分的健康,但突然接到其死亡的讯息,是癌症,并且是癌症晚期。 这样的情况,目前越来越常见,很多人非常纳闷,为何有很多癌症,刚一发现就是中晚期,如果是早期的话,说不定就能让人夺活几年,确实是这样,生活中的癌症,很多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,堪称巧无声息的哑巴哑,接下来,就来看看吧。 那些癌症,属于这样的情况,肝癌,中国是肝病的高发国家,就肝癌来说,是中国致死率第二高的癌症,每年死于肝癌的患者有很多,相比其他器官,肝脏的痛感神经十分的薄弱,没有非常强的刺激感,使得肝癌在早期不会出现特异性的变化。 当你的身体出现了负胀,负通,发力时,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,甚至有八成以上的患者,是不能接受手术的。 肺癌,肝癌是目前中国发生率,死亡率第二高的癌症,那么第一高的癌症,大家也要知道,这就是肺癌。 是的,据统计,每年中国有二百八十万人死于癌症,其中肺癌占据了六十亿万,这个比例足够的惊人,身边就有一个同事,感觉到不是。 随后去检查,查出是肺癌,索性是中肌的,目前还在中,很多时候,你发现肺口加重,甚至出现了肺血,随后去检查,已经是肺癌的中满系了。 如果在早期得到了发现,会通过根治的方式,进行治愈。 肺癌,相比其他国家,中国人患上胃病的概率更高,胃癌的发生率也极高,不论是发生率还是死亡率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两倍。 因为胃部疾病的多样化,很多时候,人们会把胃癌与肺癌,胃困痒等病症相混淆,哪知道当消化不良,胃部不是胃痛感加重时,往往发现已经是胃癌的中满系了。 对于癌症,在感觉到静怀,恐惧的同时,需要大家认清楚,了解其早期发出的讯号,了解其讯号后,能更好的保健,预防,莫名出现肿块。 在生活中,身体如果莫名的出现肿块,都需要引起重视,即使是黄斗大小的肿块,都不能忽视,皮肤无规律的破溃。 如果你发现皮肤出现了外伤,无规律的破溃,甚至出现了肺痒,这样的情况,即使经过,但可能久之不遇,可否加重。 如果你出现了肝壳,没有痰液,并且伴随声音滋养,痰中出现血丝等,也需要多重视。 头脑昏沉,如果你伴随持续性的头痛,甚至有呕吐的感觉,也要注意是癌症。 关于癌症,就介绍这么多,希望大家都重视,科学的了解这些信号,能让你更好地调节好身体,避免癌症到来的时候,显得那么手足无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